这部分是我想当然都是对我们台湾高铁公司来讲都要再检讨 嘿啦高铁公司这下是真的要再检讨了 不许名人士向苹果新闻网爆料 支出今年满65岁的高铁资深执行副总陈强 依照规定许杰林退休 不过高铁公司竟然打算让陈强改签定期劳动契约 以约聘方式让他依照原职续聘 也就是说陈强领完退休金后 还可以继续回国担任资深执行副总 成为高铁内部除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外的第三号人物 而且年薪完全比照原职至少有500万元 等于根本是没退休 投诉人表示这不但破坏体制 而且先例一开 后续其他高铁退休主管 可能全部都要如法炮制 高铁升迁制度恐怕会被外界严重质疑 经苹果查证后发现 高铁公司原本确实打算在6月17号的高铁董事会提出此案 不过根据高铁公司人事规章 总经理及以上年满65岁者90届零退休 公股董事和交通部一直认为这个提案不妥 应尊重体制与现行规定 因此最后才被交通部及公股董事联手挡了下来 有事情人事透露 陈强确实是轨道失业的人才 具有高度专业 不过他也认为 既然内部人事规章是这样订定 就应该按照现有制度办理 陈强虽然没能继续担任职审执行副总 但你以为人家的高铁生涯就此结束吗 错啦 因为用人为财的高铁公司 近日便公告 陈强在7月15号退休后将改聘顾问 最让人羡慕的是传出他的年薪 可能与原职资深执行副总差不多 估计是超过500万元 而且比照资深执行副总 一样有派车和司机 对此高铁公司证实 因考量铁道专业技术人才培育不易 交通部也认同 关键技术人才应该留任 所以才将陈强退休后改聘为资深顾问 转任后服务费用都会依照公司治理程序 经薪资报酬委员会审议后 并以董事会决议办理 目前顾问职薪资尚未定案 也还没签约 说来说去这些制度规障都是屁 只要高铁高层想完 就能继续做到底 令高薪令到爽 继承员工的深浅 先看你背景够不够硬 台湾价值高不高再说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